一段时间的交手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格罗斯显得十分被动 只能通过防守勉强招架泰森的进攻 而泰森的重拳也让格罗斯感到惧怕 要是吃上这么一拳 多半对被抬下去 甚至有可能当场开袭 挣扎起身过后的格罗斯意识已经有点模糊 但仍然坚持要继续比赛 不过泰森可不会跟你客气 有时急急重拳再次将格罗斯击倒 你说说你干嘛要逞这个能呢 早点认输不就好了吗 这下好了白挨几几重拳 在格罗斯慢慢悠悠起身过后 裁判也是及时终止了比赛 不过格罗斯好像对裁判的做法有些不满 一把将其推开 看来是还没有被造构啊 像这样的人就应该直接将其KO 他才会消停 屏幕前的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